二姐 三姐 爸 你们怎么都来了 老弟 咱们今天来呢 主要是商量一下以后 咱爸 到底谁来呀 我自个儿 先进来就说 我可给大姐打电话了 让她赶紧过来一趟 谁要谁要 我可不爱管这闲事 就是啊 这个雷坠啥也干不了 每天除了吃就是了 我都养了大半年了 你们这些做儿女的 总得分担一下吧 老弟啊 您跟三妹商量一下 你们也该负点责任了 你先雷坠 你推我了 我外面还有一大屁股在呢 谁都管得了他 二姐 三姐 别吵了 要不咱们等等大姐吧 我不是不养我爸 我这个房子都是租的 我租房啊 钱都是借的 我自己对养的不活 让爸跟着我 我是我 那我不管 反正我是不养的 哎 来了 哎 你们都在啊 大姐 你来了 对啊 你三姐招心帮忙给我打电话 让我赶紧过来一趟 怎么了这是 大姐 先进来再说吧 好 行了 大姐 别跟他瞎白白了 是啊 大姐 你是老大 你说咱妈到底给谁养 爸 大姐 坐 你们几个都有什么意思啊 大姐 你不是不知道我 一屁股外债 你看老二 还把爸塞给了我 哎 老三 你这什么意思啊 我都养了大八年了 你该扔到你们了吧 老二 老三 你们当初拿爸养老金的时候 你们是怎么答应我的 咱妈走得早 是咱爸含鲜如苦把我们带大 他一天打好几份工 又是给你们置办嫁妆 又是给你们伺候月子 又是给你们带孩子 现在他老了 你们就这样对他 老二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生病住院吗 爸几天几夜都没有睡觉 爸都是怎么照顾你的 难道你都忘了吗 还有老三 难道你不知道 爸从小最疼的人就是你了吗 有什么好吃的都紧着你吃 爸对你的好难道你都忘了吗 现在他老了 不中用了 就成雷赘了是不是 你们还有脸 把爸送到小弟这儿来 小弟到现在还没有成家 连房子都是租的 他怎么照顾爸 你们就知道拿着软柿子黏 还是对着你们的亲兄妹 你们也是有儿有女的人 你们就不怕你们的儿女 跟你们一样学习吗 爸 爸 咱们回家 哥 不中用了 你